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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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在苏州的郊椅漫游 寻找被埋藏的历史遗痕 成了他们雷打不动的计划 虽然不是文保工作者 但是生活的乐趣 越来越依赖每一次的新发现 苏州金亭镇的恒山岛 这里曾经有座寺庙 时间于三国时期 如今早已不见踪迹 张军发现了一块石碑 嵌在断壁中 这里有一块碑 水公的碑一类的 施主花明 开箱应该是 以色发现一块碑 真的很开心 虽然不管它是什么碑 是吧 还是呢 我那厂头厂一厂 我这里年份 我来看看年份是什么年代 是明代的 是明代杯 明会明代的 大明吗 大明啊 明代的这块 红制的 红制年纪 红制年纪的这块 这块功德杯的话 庞洛斯应该是最老的 角落里窝居的这块残碑 记录了当时 捐助寺庙的功德往事 几百年前的陌生姓名 似乎还向我们提示着 当年这里 相克云集的景象 把它扔出去 怎么能扔出去呢 但是踏出来 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呀 是我们师傅 师傅发话总不在听的呀 本来足处寺门了 这两个土地 这两个土地 乖得不得了 那我先上面沾一下 出火累火 但是非常有意义的火 是吧 是吧 对 他们是辛苦并快乐的 幸福的 对踏碑的手艺人来说 这是对那些 已经面目模糊的碑 最体面的保护 踏包敲击石碑的声音 好像是接通历史的扣门声 哪怕只是某段不起眼的历史 他们为这个城市捡起那些 看似多余的素材 我不看不要取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第一次 满意感觉的 今天 张军又发现了一块奇特的碑 它被嵌在湿冷的寒洞里 无人问津 也许这块碑被封存后 就再也没人正眼看过它 水流声伴随着熟练的敲打声 张军的历史复印机又启动了 碑的内容也渐渐清晰 涌进舰内清到泥石 刻于1950年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 刚成立的乡人民政府 把环保放在了重要位置 好生动 老张和土地们像游侠一般 徜徉在苏州的山水中 用记忆清点历史的遗迹 这有一大片 小心 小心 你当心吃了 这边有吃 什么吃 看一看 自元17年 怎么只有垮 没有那个什么名 什么美语 自养估计到现在 也有700多年了 自养17年 遂次根成 这方阳带的磨牙 是苏州地区 估计也只有这一方 很少 不容易这么潮 在古人留下的线索中 穿梭游戏 也满怀热忱地 生活在当下现实 这是老张和伙伴们的 美好中年 他因他的不好 我们也很顶尊 我们会去第二次 再去看那块碑 现场看那个碑的 那个字壳 找那个字 就是说 我们不放弃一个字 不放弃一排字 这个不要 人家谁来奖励我们 谁来鼓励我们 都是我们自发的事 我们要做得很到位 古人乐食济世 将思想上传在山野峭壁间 如今我们发布照片和文字 在互联网留下记忆 不同时代的人们 似乎都想把自己 留在这个世界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